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八月二十六號 星期六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威仁 首先當然關心到的是 今年第九號颱風 蘇拉已經在今天清晨 增強為中度颱風 下週三 週四 會是最靠近臺灣的時候 而至於是否會發布 海上跟陸上的颱風警報 則是要看颱風的路徑 和速度來決定 今年第九號颱風蘇拉 已經在今天清晨兩點鐘 增強為中度颱風 目前位在鵝鑾鼻東南方 四百一十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時七公里的速度 向南進行 週六 週日兩天將持續在菲律賓 東方海面打轉 週一 開始向西北行進 氣象局表示下個星期三四是蘇拉最接近臺灣的時候 無論路徑怎麼變化 東半部都會首先受到影響 從各國預測路徑也可以看到 歐洲模式則預估有四五成的機會直撲臺灣而來 日本氣象廳則預估蘇拉強度可能再升級 颱風中心將朝臺灣靠近 氣象局不排除在星期二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陸警則要看實際的路徑 如果蘇拉從巴士海峽通過 距離臺灣比較遠 也有可能不發布警報 今天中午前後 高雄花蓮台東線 有連續出現三十六度高溫的機率 臺北 臺中 雲林 臺南 屏東 也有機會出現三十六度高溫 記者吳雅瑜 張國良 沙晏奇無其昌 台北報導 我國周到好手楊勇偉 在成都世大運奪贏 不過在決賽時造成的傷勢 是否會影響即將到來的亞運 楊勇偉目前在日本疑訓 他表示持續治療 調整訓練 已經可以全力做動作 會好好調整備戰亞運 先世大運在亞運 還得爭強奧運積分 楊勇偉年初至今 不是訓練就是比賽 應擔任一百一十二年 國民體育日代言人 控檔還要拍宣傳影片 不過宣傳記者會 楊勇偉無法出席 因為八月七號起一個月 都在日本疑訓 在日本有一百多個選手可以練習 楊勇偉在臉書寫道 適應許多不同抓法的選手 希望備戰亞運 最後階段好好調整 至於世大運結束後 雖然有一些傷勢 在日本持續治療 調整訓練方式 以能全力做動作 我奧會會歌 想起奧會會旗被投影 在室內大一幕正中間升起 四十二歲的射擊老將林怡君 享受剛拿下市井賽 女子不定向飛把金牌 以及取得巴黎奧運 參賽資格的喜悅 資格賽加設驚險 晉級決賽 林怡君一路過關 斬將一分之差 打敗義大利選手摘金 受訪時眼眶含淚 林怡君是臺灣第六位 拿到巴黎奧運門票的選手 也是涉及項目第三位 取得資格的選手 他將第五度重返奧運 九月的杭州亞運 更將是個人生涯的 第六次登場 記者林曉惠 郭俊麟 臺北報導 帶你來看到今天的早餐書報 首先看到中國時報的部分 臺中市都委會 昨天審議中科 臺中原區擴建二期都市計畫 變更案 都委會認為中科管理局 針對用水用電都有完整計畫 排水台電也承諾 不會排擠民生的用水用電 最後審議通過 預計明年六月可供遞給廠商 最後接著來看到自由時報的部分 有癌症病患最近被醫院通知 因為健保署積查不需住院 卻使用健保給付住院者 需改以自費住院 但病患的商業保險 卻不理賠自費住院 也不理賠癌症用藥 加重病患的經濟負擔 健保署表示會先暫緩積查 並和保險局商業保險業者 討論改善傷事 最後來看到聯合報的部分 日本啟動了福島核污水排放入海 引發亞洲鄰國的疑慮和緊張 南韓 中國都掀起了搶鹽潮 台灣民眾似乎也開始有些緊張 業者就分析 台灣目前製鹽的量體不夠 台鹽的原料大多來自國外 這次日本排放核廢水 是否會影響台鹽的原料市場 值得關注 而國際的糖價則是受到通膨和印度 泰國等砂糖出口國甘蔗欠收的影響 國內業務用五十公斤裝二砂糖價格 八月初到月中 已經從一千三百二十元 漲到了一千六百元 現在又傳出印度十月 可能禁止砂糖出口 恐怕會再拉高糖價 台糖為了穩定物價 國內民生用糖會持續動漲 業務用糖則會還漲 細砂糖道路攪拌機跟蛋白一起打發 準備製作小巧可愛的馬鈴糖 砂糖是製作甜品不可或缺的材料 但今年國際糖價不斷上漲 國內業務用砂糖價格跟著調漲 加上雞蛋等原物料價格也持續攀升 萬物起漲讓烘焙業者相當無奈 二零一八的時候 糖價大概只有現在的一半 再低一點點 現在已經漲到兩倍多了 所以對我們來講是有一定的影響 但是同時其他的東西也會有漲 譬如說像雞蛋的話 漲得大概是兩倍半三倍 剉邊淋上糖水 再加配料是炎炎夏日的消暑盛品 冰店業者平均一週得用掉兩大袋 共一百公斤二砂糖 怕漲價會嚇跑客人 業者只能自行吸收成本 甘蔗是砂糖的製作原料今年受氣候影響 印度泰國等砂糖出口國甘蔗欠收 加上通膨帶動國際糖價上漲 現在又傳出印度準備在10月禁止砂糖出口 恐怕推動糖價再度攀升 但台糖表示消息來源還需觀察 台糖表示今年國際糖價已漲了24% 但國內業務用糖價僅還漲14% 民生用小包糖則從民國105年起持續動漲 後續也會配合政府朝穩定物價的方向努力 總統蔡英文九月五號將要出訪 我在非洲唯一友邦史瓦蒂王國 這是蔡總統任內第二次出訪史瓦蒂 總統蔡英文二十五號南下出席嘉義縣立委 選舉幹部實施大會 提到嘉義是亞洲無人機研發中心 嘉義科學園區也動土 未來讓更多年輕人留在嘉義 也喊話鄉親全力支持賴清德 蔡總統也拼外交 九月將率團出訪我國非洲唯一邦交史瓦蒂王國 這也是蔡總統任內第二次出訪史國 總統府表示今年適逢史國獨立建國五十五周年 臺史建交五十五周年 同時也是死亡五十五歲生日 恩史瓦蒂三世邀請蔡總統訪問史國 並實地了解我國跟史瓦蒂尼在公衛醫療婦女付權等等各項合作計劃的執行現況 蔡總統判已達成同慶兩國邦誼促進永續合作為本次出訪的目標 蔡總統九月五號搭專機直飛史瓦蒂尼飛迪後展開臺史兩國元首會談 共同見證合作文件簽署儀式晚間舉行喬宴 六號出席史國雙五五慶祝儀式參觀史金政府醫院 七號拜會恩童碧王母參觀國和會婦女計畫陳國展 與技術團及醫療團午餐序八號返迪國門 這次訪團成員亮點包括高雄市長陳其邁 目前正在推動高雄市以及史國的首都就是母八八內市 就是雙方在推動朝向這個建立姐妹式關係的 這樣的一個計畫在推動 跟總統五協商一下看有沒有講到什麼 對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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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在非洲還要與索馬力蘭互設代表處 針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南非金專五國峰會 鞏固非洲影響力 外界解讀蔡總統出訪也有較勁異味 外交部澄清史瓦蒂尼獨立紀念日就是九月六號 春樹時間巧合 記者黃子傑莊志成 台北報導 陸委會宣布九月一號開始 恢復第三地陸客來臺觀光 也規劃開放兩岸團客 中國國台辦認為陸委會的規劃限制 嚴苛 旅遊業者也擔心中方未來若沒有 相應作為 將會持續卡關 陸委會二十四號宣布 九月起恢復第三地陸客來臺觀光 也規劃逐步開放兩岸團客互訪 初期每天各限額兩千人 但要是中國方面回應再確定實施日期 臺灣旅遊業者則樂觀其成 直呼準備好了 直等政策上路 順利的話呢 當然可以逐步的恢復我們的觀光旅遊市場 不管是臺灣接待大陸旅客的GCI產品規劃 或者是臺灣的旅行團發團到中國大陸 這個業者都在積極準備 業者認為我方釋出善意是好的開始 但也有旅行社擔心 如果中方沒有順勢接求 兩岸觀光又會持續卡關 呼籲政府要更積極協商 也因考量兩岸航點 還沒全部恢復直肥薩的配套措施 按照政策來講 一個手續來講 主管機關 觀光局或是陸委會 應該帶著我們業者去跟大陸人民做協商 談出來一個結果我們再來公布 而不是我們在陸委會 我直接就跟你講說 我開放2000人 那我們等大陸回應 那大陸說你把我當什麼 業者也只能期望著政府 能不能眼光放遠一點 不是只捐於2000人 甚至5000人都可以 不過對於我方規劃 中國國臺辦批評人阻擋 兩岸正常交流 限制嚴苛是民放十黨 而交通部訂出2023年底 國際觀光客來臺 達六百萬人次的目標 其中一百萬人次鎖定陸客 截至八月十號 已約有三百四十萬 各國旅客來臺 能否達標振興觀光產業 備受關注 一艘停靠在馬祖福澳港 托伯船台港一三三零二號 昨天上午疑似和新台馬輪 發生碰撞 導致船身倾斜乘船 所幸五名船員都被救期 沒有人員傷亡 一開始傳出是新台馬輪回旋的時候 左後銜碰撞拖船 造成了拖船機艙破裂進水 不過最新消息是拖掉繩索脫落 才讓拖船撞上了新台馬輪 不過事故詳情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船身傾斜在海上載伏載塵 岸邊民眾不斷吶喊 因為有人還在船裡 整艘船下沉幾乎快被大海吞沒 船上終於冒出人意 船長爬出來驚險逃生 讓人捏把冷汗 船上的人有沒有下來 已經都到這個小船上面了 海巡人員到場出動船艇救援 把五名船員救起 還沒染上一層黑 相關單位也拉起油污控制線 就怕污染範圍再擴大 會造成沉船事故 原來是跟新台馬輪發生擦撞 新台馬輪載著七十八名遊客 25號上午九點多 現在馬祖東引在開向南竿 上午十點從福澳港回基隆 由本國籍托伯船借護離港 托船一次撞上客輪延伸板 導致船隻傾斜十多分鐘 就完全沉默 對兩名船長十十九側都沒有酒精反應 在總統蔡英文簡採下新台馬輪 今年四月剛首航 不到半年就出事故 客輪經過檢查 只有優厚險水溢 尤其脫落 試航性沒問題 拖了三個多小時 在下午一點三十左右離港 預計晚間七點抵達基隆港 對後續船班沒影響 不過原來的七十八名旅客 有十六人當場退票 只有六十多人隨船返回 台東縣的熱氣球加年華 有熱氣球飛行員 在尋找降落點時 需要農民的同意 才可以降落農田 不過有一顆熱氣球的飛行員 和地勤人員討論後 精準降落在載運熱氣球的卡車上 過程還被民眾形容成 好像戰機降落在航空母艦 每年都參加台東縣熱氣球 加年華會的這顆太陽球 這次飛行員要降落的地點 靠近堤防 落點不好 熱氣球飛過了樹頂 和地勤人員討論後 決定降落在載運熱氣球的卡車上 經過地勤人員在地面 拉住懶繩 飛行員精準控制火力 成功完成國內第一次 熱氣球降落在地勤卡車的紀錄 有人開玩笑說 那這樣的降落法 是不是有點像戰鬥機降落在航空母艦 這樣的目的除了可以幫助我們 將最大的球移動到比較開闊的地方 做回收之外 那麼也藉由這種精準的降落方式 來完成了這次的降落 航空公司表示 這樣的降落方式 其實在土耳其就常見到 但在花東縱谷 降落點通常會選在農田周邊 需要取得地主同意 或是事後補償 找降落點不太容易 這次飛行員在取得活動總指揮 和地勤人員許可 表演高難度降落 給予飛行員高度肯定 這個其實是其中的一種降落模式 那當然我們的飛行員需要在當下 對於風速跟降落點 做專業的判斷 航空公司表示 熱氣球飛行原理和一般航空器不同 依靠氣流升降不容易控制 強調只有在特殊情況下 才會同意飛行員降落在載運的卡車上 今年六月因為改善未果 被私校退審會認定退場 要求校方一一二學年度結束後停辦 教職員不符 在教育團體陪同下 二十五號舉行記者會 強調至去年底 民道大學評鑑能就全數通過 代表學校辦學基礎厚實 我們在去年十二月全校評鑑還是全數通過 有的通過六年有通過五年 這是相當好的成績 那表示我們的底下還是 底層還是很堅固的 公司行好或者是這麼龐大的一個 這麼多的學生 這麼多的教職員 你要讓他改善七條到第十一條 他不是一個輔導 他是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非常苛刻的那個條件在那個地方 自救會也找來校友及家長代表助陣 聲稱已經取得一家上市櫃公司 同意捐資三點三億 不只學校可以永續經營 教職員也可以拿回欠款 還希望民道大學能轉型為農業大學 繼續辦學 他轉型為農業大學 相信是全台灣獨一無二的一個大學 可以讓我們張南地區 整個農業可以蓬勃發展 對記者會中提到有企業願意資助 下午研華科技發出聲明表示 並未承諾捐贈民到大學三點三億 對此教育部強調 自改善期滿前 仍舊沒有看到資金 亦住學校 補足財務缺口 依規定只能含令校方 一二學年度停止招生 並於一二學年度結束停辦 記者陳嘉欣 謝正寧 吳家寶 台北報導 日前高雄有麵包店被人假冒 海軍陸戰隊的官兵下訂單 不過未取貨 讓店家遭受損失 不過警方就發現了 前陣區的一間花店 還有鳳山的一間麵包店 也都受害 另外在屏東的警方 也查獲多起詐騙案 還有人是連續被騙六次 損失七百萬元 顧客透過賴社群訂花 是花店常見的交易模式 高雄前鎮這間花店日前 接到陽稱來自海軍陸戰隊 六六旅的顧客 下訂一萬七千元的花 受理過對方不斷提供軍隊 內部視訊開會畫面 讓店家失去戒心 查證才發現電話號碼與庶民 跟前幾天 齊京區麵包店 詐騙案是同一人 還有鳳山一間麵包店 也同樣受害 店家表示約好十八號下午取見 當天上午還曾互通電話 後來人就消失 報檢是希望別再有人受害 沒取走的話雖然還能賣 但還是損失包裝費 人工費 詐騙猖獗的情況 也騙走不少屏東居民的血汗錢 先趴下 全部給我趴下 四月下旬 屏東警方抓到七名詐騙共犯 取出上百萬張款 赫然發現受害人連續上當六次 都是因為假投資而受騙 本年度四月下旬 黃信蘭子陸續遭投資股票詐騙手法 詐騙六次計新台幣七百萬 警方強力掃蕩詐騙 四月到八月抓到多名車手及共犯 詐騙案層出不窮交友詐騙 投資詐騙 假冒親友等手法都很常見 民眾切記多方查證 小心尾上 記者王康廷 陳顯昆 高雄屏東報導 美國夏威夷的毛衣島八月初發生大火 毛衣郡政府正式控告夏威夷電力公司 沒有在野火蔓延之前關掉供電設備 導致大火快速蔓延 這場美國的試劑野火 已經造成一百一十五人罹難 超過一千人下落不明 致命野火肆虐美國夏威夷 毛衣島兩週 有目擊者指出 颶風經過所帶來的強風 導致電線感損毀 之後看到電線冒出了火花 引燃大火 夏威夷 毛衣郡對於電力公司提出了訴訟 指控因為電力公司的疏忽 導致這個月八號的毀滅性野火 奪走了拉海納政一百一十五條人命 目前還有超過一千人失蹤 而部分的失蹤民眾 可能永遠都找不到 代表毛衣郡的律師表示 這一項訴訟要求夏威夷電力公司 賠償總額可能達到數千萬 或者是數億美元 對此夏威夷電力公司 還沒有回應 另外當局表示 西毛衣島部分地區的水 還是無法提供安全的飲用 管道破損 化學物質滲入的供水系統 歷史悠久了拉海納政 在這一次野火中幾乎全毀 當地居民里希特 每天早上還是會跑回家 看著他被燒成灰燼的家園 但幸運的是 他所飼養的三隻貓都還活著 災後里希特每天返家餵食牠們 也讓他在絕望當中看到一線希望 住在拉海納政已經第五代的洛夫勒 他的兒子在大火發生了同一天 在美國本土過世 在大火發生之後 他陸陸續續收到房仲業的電郵 表示要買他的房子 有些房子本來就有保險 災民有資金可以重建 但有些人薪水不高 無力重建家園 很可能成為所謂災難資本主義的犧牲者 當記者試圖打電話給房仲業者 卻都沒有得到任何的回應 公視新聞沈陸沛編譯 接下來我們是要關心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報資料 我們在小熊大火發生 並在那邊 在小熊大火發生 去旅填時就有完略的電影 蒸成 電影 鋼 電影 今天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公序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我們明天同一弦再會 主要是 主要 不上 更加 除非 讓 從 打 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